的确有过往有一些学生会问我说 如果念博士班 或是成为学者或大学老师 最重要的特质跟能力是什么 然后我其实有花一些时间去思考 思考之后我觉得可能最重要的特质是 你要能够享受孤独 我觉得可能会是走学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质 为什么是享受孤独 但我发现其实真的如果是念到博士 或是未来走学术的过程 其实往往是蛮孤单的 因为你在专研的主题 你面对到的问题跟困境 可能是别人没有面对过的 是别人没有处理过的 所以才需要你去处理 甚至也才有处理的价值 所以实际上真的能够懂你在干嘛 能够替你分摊的人 其实会越来越少 如果要作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